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8.3的练习题啊 说这个右图来讲呢 O是我们的原型半径是10cm 啊我们就拉一个OA OA就等于10对吧 然后呢Om除以值于AB 那他就告诉我们Om是6 他要你找AB是多少 那因为 呃我们可以找到AM嘛 对不对AM就会是8 这个是我们可以用那个 呃B式定理找出来的 345乘2乘2乘2而已 所以AM等于8了之后呢 AB应该就是8乘2 好因为随径定理告诉我们他们 呃M点会平分于AB OK 所以8乘2就等于16就这样 再来看第二题 右图呢我们有O是原型 以致Om除以值于AB Om除以值于CD AB是10cm CD是24cm Om是12cm 我们来写一下那个资讯好不好 AB我们就不要写10 我们就写AM等于5 所以呢应该可以算出来那个半径是13 对不对 好所以这边半径呢首先会算到13 因为这个左边的这个三角形来讲52 13然后我们就找到半径是13 既然半径是13 拉过去OD 或者你也可以拉去OC 看你要拉哪边 就拉一边就可以了 OK OD 13 他还有给我另外一个资讯呢 是CD 是24 24除以2就等于12 就是DN是12 换句话ON呢就会是5了 对吗 所以这里呢悬心距 悬心距基本上呢就是悬到圆心的一个距离 而一个点到那个线的距离 我们就选择用那个垂直距离 所以为什么呢是这里全行距离基本上要找的就是OM 再来第三题 右图呢我们有AB 这个有点难看哈就是AB跟CD平行 AB是8cm CD是6cm 半径是5cm 他要你找AB跟CD的距离 首先呢我们看OA是半径所以是5cm 对吗 然后呢AB呢 原本是8 AB原本是8 所以我砍一半就会等到4 过后呢我们就算到他的玄心距啊 AB的玄心距是3 过后呢我再拉OC OC就会是5 也是半径了 对不对 然后呢CD因为他告诉我是6 所以除以一半啊 就砍一半又是3 345又是345啊 这个CD的玄心距就会是4 所以这两条玄的距离有没有就会是4-3 就得到1cm 啊所以这这边就大概是这样子来找的 我稍微来讲一下好因为他完全 我看一下 等下我们再看一下 第九题好像也是类似 OK 所以 U2 有 O是圆星 直径是CD 直径CD呢26 也就是说我的半径R就是13 对吧 半径是13 这边只是比较奇怪的一点是他给我的是ADC的角度 等于BDC的角度 因为我们的垂直定理哦 其实除了 除了这个垂直得到平分以外 还有的就是垂直也得到这两个角度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其实变相的告诉我如果这两个角度一样 就A1呢其实会相等于EB 既然A1相等于EB 这样这里应该也是垂直的意思 所以这个呢是 这个给的资料比较不一样一点 所以AB如果是24的话我们砍一半就会是得到12 所以如果我连接OA就会是等于13 然后呢O1的这个玄星距呢就会是5 对吗535 然后呢 他要找面积 这边三角形的面积来讲呢 就是1分之1底层高 D我们已经有了24 高的话就会是D1 因为他半径是13 所以OD是13 他的D1呢就是13加5 就等于18 1分之118乘24 你可以越减一下得到12 12乘18 你就会算到是216 所以这边的答案呢面积216 OK 第五题比较特别一点 他其实是要你证明 证明什么呢 证明AC 会等于DB 问题是他有两个圆呢是同星圆来的 然后呢 AB呢 AB就交于这个C跟D 要证明这个 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只需要选一个 O拉过去这个CD呢是垂直的话 我们假设说OM垂直于CD好不好 好 那如果ABCD ABCD等ACDB 这一条是一条直线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说 大圆的垂直定理告诉我 AM等于MB 小圆的垂直定理告诉我 CM等于MD 然后呢我们再互减 对不对 AM-CM 会等于MB-MD AM-CM是啥 就是AC咯 对 MB-MD是什么 也就是DB咯 所以呢也就可以得到AC呢也相等于DB的 OK 应该这样 应该是这样 然后呢再来看这一题啊 U图我们有O是圆星 CD是他直径 垂直于旋AB AP是4 PD是2 还有你找OP是多少 这一题来讲哦 好像要设一个R对不对 假设OA是半径R 像OP其实就是R-2 对因为OD是R嘛 然后呢他告诉我PD是2 这样是R-2 所以呢在这个直角三角形里面 我们就可以立一个 B是定理 4的平方加上R-2的平方等于R的平方 4的平方4是16 这个R-2的平方记得要展开完全平方R 还是很多人会漏的啊 这个以则就没有做错了 这个是很基础的 前平方减两个前程后再加后平方4 这个R平方保留 R平方跟R平方去掉 4-4R拉过去对面变加4R 16加4等于20 20除以4就会得到5 所以我们的半径是5 他要找半径吗?他不是要找半径 他要找OP OP是R-2就是5-2的意思 5-2得到3 所以OP是3 OK 第七题 U图我们有O是圆星 CD是直径 除以直旋AB 于E 然后呢 CE给了我是2 DE给了我是8 所以这边就其实就变相的告诉我 直径是8加2等于10 半径就会是5 OK半径是5 既然半径是5呢 我们拉OB过去呢是5 然后OE呢 就会是5-2 对吧 这个CE是2嘛 5-2是3 过后AB就会等于4 对不对 345 对不对 AB的话就4乘2 就会等于8CM OK 这里也是用了 必是定义的 这一题 就图所示我们的直径是130mm 然后呢 切去上面的33mm过后 请问这个AB的弦是多长 我们知道呢 直径是130 半径就会是65 所以假设圆星在某个位置上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 这一个O拉过去B的话呢 距离就会是65 这一个O拉过去这个终点C啊 啊 就会是65-32 得到33 对吗 然后呢 CB呢 这个距离呢 我们就可以用B式定理 65的平方 减去33的平方 再开根号 你怎么算算这么快 我建议呢 用前加后乘前减后 65加33 就得到98 65-33呢 就得到32 然后就98是49乘2 那那个2拉过去跟32乘 就得到64 64开根号就得到8 49开根号就等于756 啊 所以算到出来CB是56 56乘2的话呢 就112 哎啊 那我这个AB就算到112mm了 很好 然后呢 这一题哈 首先他就讲一个圆的半径是5 AB的弦是8 CB的弦是4 然后呢 AB平行CD 再找AB跟CD的距离 啊 首先呢你就会看到 哎这个半径是5 AB是8 坎一半是4 然后呢弦行G是3 然后呢 这个 呃 CD啊 CD是6坎一半是3 半径是5 然后弦行G是4 所以4-3就得到ECM 这个就是我们跟第三题一模一样的 对吧 你则讲你是用计算器啊 你注意啊 考试的时候不能用计算器啊 所以这种情形哈 这种情况啊 你必须要懂得说我没有计算器的时候 你你到底要怎样可以算到比较快 啊 所以不要太过依赖你的计算器 刚才我是心算的 哎 我也介绍一下我的这一招哈 前平方减后平方看得出来前平方减后平方 你就用你做前加后乘前减后 65加33 65减33 啊 相乘嘛 对 相乘65加33得到98 65减33呢得到32 然后呢 98呢其实是49乘2 那我的2拉过去60 32这边乘2等于64 所以这样的话呢 7749我就可以开到了 8864 我又可以开到 7856 我刚刚我是这样子算 所以有的必要哈 有的必要 因为你们初衷不能用计算器 这一题来讲我还没有讲完 这一题呢除了 其实 跟第三题是一模一样吗 还能这样玩你不知道吗 因为必是定理其实就是有有前平方减后平方的时候呢 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会比较容易算的 呃你如果数目小你可能 察觉不到什么 反正照样平方没有很难算 但是数目一大起来呢 这个做法呢就会变成非常的好用 ok好 再来这一题哈 刚才 呃4-3是1啊 但是其实这一题跟第三题有少许的不一样 因为呢 他还可以是两对面的 也就是说这一边弦形式是4 这一边弦形式是3 所以呢他们两个距离还可以是7 所以他有两个解 他还有两个解 7cm也可以 1cm也可以 ok最后一题 mn是直径 ab是弦 mn垂直于 ab垂直 mn于c 然后呢 mn是10cm 也就是说他半径是5cm 对吗 5cm 然后呢 ab是8cm ac就会是4cm 过后呢 他讲说mc大于cn 为什么他要写这个条件呢 纯粹是有些 因为你的这个 这样子的条件之下 有些人n跟m会对调 所以他特地呢 就给这个条件呢 让你这个m去c会比较长一点 ok 然后呢 我们这个直角三角形里面呢 我们可以算到dc呢 是等于3 对吧 345 所以3加5等于8 mc就会等于8 然后呢 cn就会等于2 5-3等于2 ok 10-8也可以啦 5-3也行 ok 5-3就是半径-3 ok 所以一个8一个2啦 没有什么大问题啦 这一题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2 2 2 4